全世界最大的10种鲨鱼 第一名体重竟然超过100吨 说到鲨鱼 我们的脑海中就会出现它们庞大的身躯 和可怕的尖压历史 这些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拥有着出色的捕猎技巧 即便是装备精良的人类遇到它们时 也会感到恐惧 那么你对这些海上霸主有了解多少呢 知道最大的鲨鱼可以有多夸张吗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透 一起看看全世界最大的10种鲨鱼 巨大程度超乎你的想象 第十名 大白鲨 大白鲨是海洋灾难电影的常客 强大的刻板印象 让大伙光是听到它们的名字 都会感到害怕 你也的确应该感到害怕 毕竟它们身体最长可以达到7米 足足半个篮球场的宽度 而大白鲨本身 可不仅仅只是身形庞大而已 它们的速度和咬合力也是一绝 大白鲨能以每小时56公里的速度 在水下快速移动 而它锯齿状的牙齿 可以帮助大白鲨牢牢地咬住猎物 它们每颗牙都大如人的手掌 呈三角形 咬合力达到惊人的1800公斤 你想想 这样的牙肠加上这样强悍的咬合力 一般的猎物瞬间就会直接被穿透 让人惊奇的是 这大白鲨从来不刷牙 但它们从来都没有蛀牙的烦恼 真是让人羡慕 除此之外 大白鲨可是个行动派 它们活跃在除南极洲外的 所有大陆海岸线 只要水温范围在12至24度之间 你就有可能发现它的身影 第九名 睡沙 太平洋睡沙看起来 与其他任何一种鲨鱼都不同 它们的身体就像个超级鱼雷 宽大的脑袋与小小的嘴巴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它们也是可以长到7米多的大家伙 由于经常在无光的深海中活动 它们的身体呈现暗灰或漠黑状 也算是一种保护色了 平常 它们以鱼类 章鱼 乌贼甚至腐烂的海洋生物为食 如你所见 它们的眼睛特别小 小也不要紧 还经常被寄生虫寄生 寄生虫的存在导致太平洋睡沙近乎失明 幸好它们还有灵敏的嗅觉 帮助它们寻找食物 值得一提的是 睡沙的肉基本上都有毒 它们的体内都含有高浓度的 三甲氨氧化物 它们就靠这东西增加身体的浮力 同时增强渗透调节能力 进而抵消深海压力 对体内蛋白质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 如果有动物意外吃到了睡沙的肉 状态就会变得跟人类最久的效果差不多 第八名 虎沙 虎沙一般可以长到4米长 最长的个体接近7.3米 这样的身长配合庞大的重量 完全可以在海洋中霸道横行了 虎沙的成长有个很有意思的特别 它们小的时候身上有着深色条纹 看上去和老虎的条纹有几分类似 这也是它得名的原因 但等它们长大后 这些斑纹会神奇地逐渐消失 最后它们的长相就会变得和其他鲨鱼同类一样 虎沙也是出色的掠食者 牙齿如同切肉刀一般 能轻易撕裂对手 它们鼻子里还有着可以感应生物电场的物质 让深海中的猎物无所遁形 第七名 白鳄刺假鲨 白鳄刺假鲨是第一条入选 今日榜单的史前鲨鱼 它们的体长可达7.6米 体重约3.5吨 说起来 白鳄刺假鲨与大白鲨 还算得上是个远方亲戚 虽然它们俩没有直接的进化关系 但同样都属于鼠沙木 白鳄刺假鲨最让人恐惧的 是它巨大且长满尖利牙齿的嘴巴 白鳄刺假鲨的嘴巴里长了 足足有7排牙齿 每一排牙齿都有34至36颗牙齿组成 牙齿总数超过了500颗 白鳄刺假鲨的牙齿又尖又长 边缘锋利 但是没有锯齿结构 2颗牙齿的长度都超过6厘米 大概就是跟我们的小拇指长度差不多吧 而且它们的牙齿似乎永远也掉不完 这当然也和它的生活习性相适应了 它不仅吃肉 而且会连着骨头一起吃下去 并且如果有不能消化的食物 刺假鲨会直接以呕吐的方式将其排出体外 白鳄刺假鲨一生能长出超过1万颗牙齿 第六名 尔齿沙 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尔齿沙 是因为这种鲨鱼牙齿的两侧 有两个像小耳朵一样的侧齿 这样的结构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固定猎物 尔齿沙可以长到大概9米 重达1.8吨以上 这种巨沙统治着6000万到4500万年前的海洋 以大型海洋生物为使 用它们锋利的牙齿在危机四伏的远古海洋中杀出一条血路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尔齿沙是巨齿沙的祖先 在全球气温恢复正常的时候 尔齿沙便开始了它的漫长的进化之旅 直到它们成长为新一代的海洋霸主 巨齿沙是谁在等等还在后面呢 第五名 玄齿沙 玄齿沙可以长到9.1米 生活在距近约2亿至3亿年前的海洋中 它不仅是最大的史前鲨鱼之一 也是最罕见史前鲨鱼之一 玄齿沙这一名字来自它的牙齿 你能看到 它们的牙齿从大到小 内卷成环状螺旋形齿 犹如锋利的尖刀 扑面而来的切削感 看上去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自从发现玄齿沙化石那年起 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玄齿 到底于鲨鱼的哪个位置的争论 因为无论是现今存在的鲨鱼 还是其他脊椎动物 都没有任何一个种类长过这种玄齿 你觉得是长在哪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脑洞大开 第四名 公交鲨 它们还有个名字叫一主头鱼 生活在白厄纪时期的前海中 公交鲨也许是白厄纪海洋中 最具特色的鲨鱼之一 比起撕裂肉体 它们扁平的牙齿 看上去更适合粉碎大型贝类 由于获取食物 比其他肉食性鲨鱼更为容易 毕竟也不怎么用跑 所以它们的体型可以长到9.7米 是当时环球海洋的巨无霸之一 比当时的海中霸主白厄刺甲鲨 还要庞大 现存的鲨鱼中 与公交鲨比较相似的就是金鲨 但如你方才所见 金鲨的牙齿已经不适合用来咬碎贝壳了 取而代之地捕获水中的浮游生物和鳞虾 第三名 老鲨 你知道吗 老鲨这种鲨鱼居然可以长到11.9米长 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二大鲨鱼 但你不要因为它庞大的身躯而感到害怕 因为老鲨真的超级可爱温顺 它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晒暖鲨鱼 这名字听上去还真有意思 原来 是因为它们平时喜欢靠近水面休息 看起来像是在享受日光浴的鲨鱼 实际上 享受海上的阳光并不是它们的真正目的 之所以聚集到水面附近 是因为这里的浮游生物很多 让它们可以很容易就获取到足够的食物 它们平时就以鱼 鱼卵 以及其他微小生物为食 捕食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绿水 要知道 它们的巨大的口腔 是可以装得下很多东西的 你看那成年鲨鱼的口腔 可以达到差不多一米宽 而一条老鲨只需要短短一小时 就能通过它们的塞 过滤超过1800吨的水 第二名 金鲨 如果你真的想见识一下 世界上最大的鲨鱼 那就得给你介绍一下金鲨了 虽然这些生物被称作金鲨 但它们完全不像通常的鲨鱼 它们更像一种结合了鲸鱼和鲨鱼特征的生物 这些温顺的巨兽可以长到12米长 体重甚至达到了12吨 就像老鲨一样 金鲨也通过从栽器中保留微小的海洋生物来获取营养的 除此之外 小鱼 鱿鱼和鳞虾也都是它们的心头好 你可能会好奇 它们要通过绿水进食 难道是因为没有牙齿吗 当然不是 它们不只是有牙齿 实际上 它们的嘴里长着大约3000颗微小的牙齿 但是它们平时基本都不怎么用它们 金鲨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 那就是它们的游泳方式 金鲨游泳时并不使用尾巴 主要是通过身体的摆动让自己前进 如果你不害怕的话 或许可以主动去寻找这种憨憨的海洋巨兽哦 第一名 巨齿鲨 终于来到万众期待的第一名 那就是鼎鼎大名的巨齿鲨 这是一种人类通过化石研究发现的 远古巨型受尸者生物 它们平均身体长度能达到15至24米 是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鲨鱼 从体型上看 巨齿鲨的重量可以达到100吨 相当于104头霸王龙的体重总和 尽管它们早已灭绝 但它们的名字依旧具有威慑力 这只怪兽般的鲨鱼统治着2600到230万年前的海洋 作为地球史上最强悍的生物 它们可以列尸海中的任何移动目标 而在众多目标当中 尤其喜欢捕食精类 成年巨齿鲨一般会在开阔的大洋中列尸 而幼年时期的它们则生活在离岸较近的海域中 在当时巨齿鲨完全没有天敌 只有同位顶级掠视者的梅尔维尔金可以与之匹敌 巨齿鲨也许是地球历史上 一只咬合力最强的生物了 科学家们推测 它的最大咬合力可以达到20吨左右 两米多长的锋利牙齿 可以轻松咬碎鲸鱼的肋骨 口腔撕咬的力量甚至超过了霸王龙 然而如此富有传奇色彩的鲨鱼 却在后来神秘的灭绝了 关于它们灭绝的原因 科学家们众说纷纭 有学派认为 由于巨齿鲨主要以精卫为食 而逐渐变冷的两极海水 其实并不适合巨齿鲨生存 这就让鲸鱼有了逃避巨齿鲨捕食的机会 长期缺少食物 让巨齿鲨的数量锐减 最终走向灭绝 也有人猜测 是150万年前 地球的水循环出现了变化 上升期流减少 从而导致鲸类的食物缺乏 大量的鲸鱼因而死亡 鲸的品种以及数量急剧变少 直接导致巨齿鲨找不到充足的食物 进而渐渐灭绝 你知道吗 在180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已经处在直立人阶段了 可以说我们人类已经进化出来了 但可惜我们的祖先当时未能发展出下海的交通工具 因此在人类与巨齿鲨年代又交集的短短50万年里 连我们的祖先都未能目睹巨齿鲨害人的王者风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今天分享的十种超级巨杀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也可以转发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